三百一十六章 德宝 他一边叹着气 一边继续往里走 那身影温柔 元宝称之为娇媚无双的姚亲姑娘 遗留下来的洞府居然是这样 这也未免 刚想到此处 他转进了修炼时深处 看到了最里面的玉台 却是瞬间失去了言语 完全说不出话来 玉台上坐着一个女子 她盘戏而坐 仪台端庄 闭着双眼 面容沉静 她眉若远山 面如秋月 肌肤似雪 青丝如云 她只是这么随随便便地坐着 却让人感觉无一处不美 自踏上纤路 墨天歌见过不少美貌女子 哪怕是她自己 虽然称不上陈鱼落雁 却也是秀雅俊丽 可从来没有哪一个 让她心里不由自主地冒出 清国清城四个字 这女子的美貌 着实是她身平紧见 过了好一会儿 墨天歌才回过神 吐出一口气 虽然这个女子 十许如生 又如活人一般 可她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只尸骨罢了 在这个洞府之中 盘歇而坐的尸骨 除了墨瑶青 自然没有别人 这般想着 墨天歌觉得不可思议 她的祖先 一个生活于五千多年前的女秀 身具传音体质 拥有金氏之才 居然还是这样一个美得惊人的女子 墨天歌脑子里浮现出元宝那只 娇媚无双的摇金姑娘 这般容貌 确实配得上娇媚无双四个字 她的仪态很端章 她的面容没有一副轻浮 可却不由自主 让人感觉到骨子里透出来的风情 墨天歌不由自主地想 她若是活着 该是如何的美貌绝伦 怕是只要一笑 便可令天下男子倾倒 钟慕林真是占了大便宜 难怪被那样散几 都不生气 想了想 墨天歌扶一跪下 高祖在上 小被墨天歌 幼时得高祖指点 传下宿女诀 踏上仙路 如今修仙略有小城 寻高祖遗迹而来 没想到得见高祖遗容 若有冒犯之处 爱情见谅 而后功功尽尽地扣了三个头 才站了起来 墨瑶卿之所以师生五千年不服 估计身上有什么宝物 墨天歌当然不会拿走 且不说如此行径 太不尊重这位祖先 他自己亦舍不得将如此美貌的肉身回去 高祖之后 墨天歌抬头四孤 在周围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地上堆满了材料 但这些不是他的目的 论起身家 他虽不及墨瑶卿这样的原因修饰 可也是宝物众多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墨瑶卿留下来的修炼心得 在杂物中寻了一会儿 这些随便丢着的书籍欲捡都不是 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极宝贵的功法秘录 墨天歌将这些都拿出来 放到一边 准备复制一份带走 寻了一会儿 始终没有寻到想要的东西 墨天歌疑惑不已 墨瑶卿在狱箭上记得很清楚 不可能没有 展念一想 这地上堆的都是各种材料 没有法宝等物 莫非放在别的地方 在这窄小的修炼室寻了好一会儿 又对着墨瑶卿的预见 却让这里并没有藏宝石之类的东西 墨天歌脑中灵光一闪 把目光放到墨瑶卿身上 其他地方他都寻遍了 只剩下这里 高子见谅 小被冒犯了 墨天歌在此吉礼之后 手伸到墨瑶卿坐着的葡台下摸索 果然从下面抽出了一个乾坤袋 他心中一喜 将乾坤袋拿过来 将手探进去 又是大大吃惊了一番 这里太多的法宝 看修炼室内堆着的材料 墨瑶卿身家亦是不凡 可跟乾坤袋里的东西比起来 根本算不了什么 墨天歌将这些法宝拿出来 一一白放在地上 居然有二三十件之多 而且这些法宝 都是些高阶法宝 以墨瑶卿练习的造诣 能被他留在乾坤袋中 带到作画之地的 显然不会是普通的活色 墨天歌有一种挑不下手的感觉 他的师父靖和道君 对他一向慷慨 赏赐给他的法宝品质 也都是极好的 可与墨瑶卿这些一比 就不够巧了 并非靖和道君的身家 比不上墨瑶卿 而是靖和道君给他的 是赏赐后辈的一番法宝 而墨瑶卿这些 却是一个原因修饰 压箱底的宝物 二者原本就不能相提辩论 他想了好一会儿 还是不知道如何去挑 干脆先放到一边 在乾坤袋中继续找 这一找找到了许多遇见 他一一注入神时 心中狂喜 终于找到了 这些遇见里 有一份墨瑶卿的修炼心得 一份生平经历记录 还有一份 却是给找到此处的后人的 来到此处的修饰 为之辱是否我墨家子孙 或是必宣格弟子 他若两者皆不识 能找到此处 破解五之七绝症 也算有缘 此洞府中的宝物 如可取走五分之一 乾坤袋中的法宝 亦可责取五件 切记不可贪多 否则洞府中的禁止 会瞬间启动 将乳灭杀 看了这份留言 莫天歌顿时冷汗之梦 以莫瑶卿的正法造诣 他相信这话并无虚言 这洞府的禁止 将这个山谷 完全地隐藏起来 若只是飞过上空 一点也看不出痕迹 可知这禁止如何坚韧 还好他并不贪心 如果一开始进了洞府 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材料 收进乾坤袋 只怕禁止已经启动 或者刚才一看的这些法宝 全部拿去 那他现在已是尸骨了 定了定心绳 再继续看下去 下面却是对这些法宝的介绍 他仔细看了 对着食物慢慢挑选 他选定的第一件法宝 叫做引灵珠 此珠无法直接用于斗法 平时可以储存灵气 斗法之时像灵石一样使用 而此珠所能储存的灵气 比这灵石要多得多 因为混原功法的特殊作用 墨田的斗法时的灵气消耗 比普通修士要少一些 但若有了引灵珠 以后斗法 他可以不必顾及灵气的问题 第二件叫做太极八卦图 此图上会有太极八卦 食用时包容万象 有自动梳理灵气 恒定阴阳的功效 作用跟墨田哥 心前练着的定心盘差不多 但效用不知要强多少倍 有了此物 破期绝症就会简单得多 而且还不必消耗如此多的灵气 第三件 汗淡伞 此伞十分精美 上面会有许多含苞淡放的粉盒 可见墨瑶青亦是爱美的女子 墨瑶青城 此伞撑起 周身毒雾 魔气不清 并且会自得对敌人进行攻击 是对着魔物之时最好的法宝 第四件 名为灵霄如意 此物是个攻击法宝 墨田哥之前选择的数件 都是斗法之时辅助用的 而他的天地扇 亦是防御大国攻击 所以此时选择了一件攻击法宝 此法宝 蕴含灵气惊人 一震出去 可以引起周围灵气大暴 对敌人造成极大的冲击 最后一件 他撒了许久 则定的是一件顺移法宝 缩地池 当年曾云雾山逃出 秦夕曾经给过他一个 从云雾派胜出来的法器 钻地池 在筑击期 这法器是逃命的好东西 但结单之后 与人斗法 敌人的神石还是速度 都比助击期强了不知多少倍 这法器就不那么有效了 现在得到这件缩地池 不但可以顺移 还可以加快速度 配合他的踏云靴使用 是逃命的力气 他已经不会把希望 都放在虚天镜上了 任宇芬的经历让他知道 他的虚天镜 也是偶尔会失效的 而且想要进入虚天镜 需要树西的时间 高阶修士之间的斗法 树西 往往可以直接节点生死 法宝选择完毕 莫天歌将莫阳新的书籍预解 不管有用没用 全部复制了一遍 收进乾坤袋 说是不能拿取五分之一 他只是复制了一份 并没有带走原物 不算过分吧 至于满地堆着的材料 他择取了一些少见的 稀有的 择信他身上的材料也不少 不必太过纠结 收取完毕 莫天歌将剩余的法宝 御剑 依旧放在莫瑶清的乾坤袋 塞到葡萄下面 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样 以后必宣格的弟子 寻过来的话 也会经受一样的考验 做完这一切 莫天歌再次向莫瑶清的师生 跪了下来 想被莫天歌 得高祖馈增 不胜感激 再次扣血 扣手之后 他小心地退出 莫瑶清的修炼室 刚刚退出 却见一瞬之间 修炼室的洞口 突然出现一道剑纸 将这疯了起来 莫天歌一愣 随后立刻想起 必定是外面的七绝症被破 这修炼室的禁止 也暂时撤去 而他退出了修炼室 这禁止 也就自动恢复了 他心中又惊又悔 惊的是 他对正法之道 懂得甚多 知道设一个威力大的法证不难 但被迫之后 又能自动恢复 却是相当的难的 这样一来 所谓的破证 不过是给晚辈的考验罢了 莫瑶清的正法造诣 竟是远超过他 幸好他把莫瑶清的那些预解书籍 全部复制了 慢慢研习 应该可以学得了他的正法秘诀 毁的是 他并不准备立刻离开 此道回去 之所以退出修炼室 只是觉得莫瑶清的遗体坐在里面 他直接在里面 研习 未免有些不尊重 没想到这一退 就默认他已经选好了 禁止又重新恢复 如果他再想进的话 就得再破一次阵 但再破阵的话 就算他现在已有了太极八卦图 也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他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 也没有什么必须要拿的东西 没有必要再费这个力气 莫天歌对着修炼室洞口的禁止 叹了口气 决定算了 就算有什么没选好的 也不过是些材料罢了 这些他又不是极缺 这般想着 他在修炼室外的山谷中盘坐下来 开始研究刚刚得到的预解 首先他拿取的是 莫瑶卿的生平记录 注入神时 脑中出现这样的信息 五名莫瑶卿 本云中修史 因身具纯硬体质 双连根 幼时入正道丹霞宗 败入七霞真人门下 而后详细地记述了 他在门派中的一些经历 莫天歌越看越惊讶 按莫瑶卿所说 云中与天极全然不同 天极的修仙界 除了修道者外 只有少量的儒派修史 魔道则在正魔大战后 被压制在天魔以北 那一小块地方 妖修更是只在 宽武南面森林活动 但在云中 道 魔 佛 儒 妖等 各道修行者都混居在一起 虽然也是修道者 占之绝对的优势 但各道偶有争端 贫宿都是相安无事 缘中极大 而且领脉正多 不像天极 基本上都在宽武 所以他们的修行者 也比天极多得多 等级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